香港呢 原來現在是世界上排名在最頭 未到達香港 未上到最後一班航機 你都不要跟別人說你回到香港 專門幫你搜羅世界各地機票那裏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Hello 大家好 DJ哥 今天呢 就是7月3號 7月4號呢 就是DJ太 出發回香港的日子 那我們在這幾個月裏面 就做了很多預備功夫 去安排這個回香港的日子 那為什麼要回香港呢 那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不是搬回香港住 因為早兩天呢 影片出了 說我們要準備回香港了 那有些朋友都誤會的 以為我們要搬回香港住 那有些朋友就很開心 有些朋友就不開心 那怎樣都好啦 總之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 分享一下 講一下 那接下來DJ太會預備回香港 探一下家人 探一下朋友 那樣 因為我們都三年了 阿太三年多沒有回香港了 那原因很簡單啦 大家都知道啦 因為疫情啦 回香港的工程是很混大的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回香港的預備的過程 是幾雲大了 在網絡上面呢 看到一些資訊 香港呢 原來現在是世界上呢 最排名在最頭 是什麼排名在最頭呢 是最難去的地方 在這個世界上 坐飛機最難去的地方 因為它需要很多的預備啦 又要打針啊 然後又要做測試啊 然後呢 又要找酒店 找隔離酒店啊 然後呢 又要找機位啊 那我想很多航空公司 都未必那麼願意飛去香港 但是又有大量的人 會想飛回香港 那麼 卡住在一些位置裡面的 那我們的預備是怎樣啊 其實呢 我們大約在3月左右啦 2021年 即是今年的3月左右呢 就聽到說 香港政府宣佈啦 隔離 酒店隔離 21天 改為酒店隔離7天 那我們就馬上就找機票啦 就是之前酒店隔離 有一天其實真的很痛苦的 就是一個暑假 小朋友可能一個半月左右 那你隔離了21天 那你回去做什麼呢 就是剩下多少天呢 還可以 那既然過了隔離7天 那就儘管去試試找機票啦 那3月份那時候呢 就找了機票 出了機票的啦 就在7月份就回香港啦 那同時呢就要找酒店 那時候呢公佈呢 都很難找酒店的 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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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酒店 因為 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一定要去指定隔離酒店 那好在香港有朋友 幫到手找到酒店啦 唉 找到機票找到酒店 放下心頭大石啦 那滴起心肝做預備啦 預備啊 測試一些資料啊 究竟還要做些什麼啊 才可以順利回去啦 那跟著呢 一路... 籌備中間 去到5月份 突然航空公司 發一個email來 我們那幫機票取消了啦 那沒有說什麼原因 那這個航空公司很好的 取消了之後呢 馬上立刻自動退回錢給我們 好像... 我的心... 我的心感覺就是 他好像不想做這樣啦 那應該一定不是熔斷的 因為未到那個日子不會熔斷的 那... 其中香港有一個叫熔斷機制啊 等一下會慢慢跟大家講一下 那... 感覺上那間航空公司 是不想做這個生意的啦 唉不想去了 可能覺得很煩 給我做航空公司 可能都覺得很煩的 隨時明天說不讓你飛 就不讓你飛的 但是原因呢 就是因為熔斷機制啊 那接著我們馬上就再找啦 再找機票啦 那當時呢 五月份都不是太多航空公司 有機器去香港的 很多航空公司都沒有機器去香港的 包括... 我們香港的最大的航空公司 都不是很多機器去香港的 那我們又找了另外一間航空公司 又找到機位啦 都是要轉機的 轉機 那由英國回香港 轉了機呢 搞了整個二十個小時的 差不多二十個小時的時間 才回到香港的 那就很開心啦 籌備啦 買手信啦 這一個多月 周圍看到這個 餅很有代表性喔 看到這些酒又很漂亮喔 那就已經買好了很多的手信 整個行李都是手信 我說那些行李沒有東西 都只是手信的 全都是 整個行李都是手信 DG太太開心了 看到家人又看到朋友 好啦 我現在在這裡宣布 香港 世界第一的 防疫措施 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措施 就叫做熔斷機制 什麼叫熔斷機制呢 我真是 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 有一個航空公司 有一個航班 到了香港 而他的乘客裏面 有某個數量 不知道幾多個了 五個還是十個 檢驗都是陽性的 做測試檢驗都是陽性的 那跟著 那個航空公司 接下來那幾天 就是說 今天 7月2日 有班機到香港 因為有幾個乘客 中了 那跟著之後 那幾天 那個航空公司的班機 就不可以飛去香港 中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不如完全不要讓人來香港 要是 來了 中了 那你就抓那些人 罰他們 是不是 抓他們去隔離 你又要被人入境 中了 那關後面的人什麼事呢 就是現在是一個 懲罰的制度 就是香港的 香港長大的朋友明白的 你上學 做錯事 會被老師罰 你寫錯字 給老師罰 你不記得叫早晨 給老師罰 是不是 你很多事情都是罰的 拍車拍在街邊 拍得不對 又被人抄牌罰 所有事情都是懲罰的機制 這個也是一個懲罰的機制 但是這個懲罰的機制 不是懲罰當事人 而是懲罰之後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班機 有人帶了病毒進來 有人帶了受感染的人進來 而是要懲罰之後的 我們這些人 就是我們就不能飛來 變成 我們做了些什麼 幾大壓力 你知不知道 來之前 來之前的壓力 說真的 我們在英國這裏生活 其實已經沒有了任何的 疫情的管制 基本上 也都不是怎麼提 你看我拍影片都沒有怎麼提 其實我們都中過的 幾個月之前 沒事的都是這樣 好像發感冒那樣 而已 身邊大部分的人都中過 大部分 有些有講 有些沒有講 大部分的人都中過 都是這樣過了的日子 這個熔斷機制 就真的很有趣的 我真的不明白 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目的 你想防疫 OK 沒問題 就是香港做得很好的 一直都零確診很久以前 接著一路確診人數很少 接著一個突然間大爆發 又由幾十單變成幾萬單 接著很快又變成幾百幾單幾十單 很快速度的 一兩個禮拜 因為國家說 我們要兩個禮拜之內 要歸零 這樣做得很好的 但是這個熔斷機制 有什麼用啊 所有人上機之前48小時 那時候就要去做PCRT TET到是陰性 才可以上機 哇 恐恐公司當然壓力大了 你陰性 你不是陰性的 給你上了機 跟著那些文件又複雜 最初要那個ISO 現在又不用了 現在改了 容易了一點 那就 跟著 我們的壓力就是 阿太 有兩針在馬來西亞打的 有一針在英國打的 但是大家的文件又不同 跟著有很多也是網上文件 跟著在英國又 或者在外國 馬來西亞都是這樣的 他們寫的名字 的牌位又不同 跟著有些就會說 你的牌位不同 不同的passport 又不給你 這樣 即是你明白嗎 即我們的名字 即你的性在前面 還是性在後面 都會有影響的 好啦 跟著 除了打了針之外 48小時之前 要得到這個 去做PCR Test 這個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由英國回香港 正常的機程都十三四個小時 但是直航機沒有 因為很多航空公司都不做這個生意 回香港生意 轉機 好啦 是怎樣計呢 是計你 蘇格蘭 飛土耳其 土耳其再轉機回香港 是計你土耳其上機那一刻 譬如你九點鐘上機 那你就之前的48小時去做測試 好歹我們這裏還有PCR測試的中心 星期日都有開 好啦 計好時間 你去做測試 不是馬上有的嗎 24小時一半 然後給個email 證明了你陽性還是陰性 但是我們計過數呢 我們如果48小時之前去做 就一定要 因為他們是凌晨機 那班機是凌晨機 那凌晨一定沒有中心開的了 早上才有人開 那就已經沒有了十幾個小時了 那就去做完 74小時一半 那就已經沒有了整二十幾個小時 接近三十幾個小時了 那接著出了個報告之後呢 只有email版本 不行喔 要印出來 糟了 你要去到當地的機場 轉機的時間了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影響到的地方 有的 不是到處有 這個壓力很大的 就是我們不停上網找 究竟那個機場有沒有影響 有 出了境才有 那我們轉機不用出境的嘛 那怎樣 沒有了 有些地方 它的影響機 它的編帶會不會突然壞了呢 這些模型的壓力真的多到不得了 到時上不上到機都未知 我經常跟朋友說 未到香港 未上到最後一班航機 你都不要跟別人說你回了香港 真的 轉頭我這條片說完又被人罵了 老點呀 講大話呀 回香港呀 做新聞呀 你試一下咯 好啦 那我們上機就被取消了啦 還有的 還有很多壓力的 在這十幾天裏面 我每天上學 戴口罩 爲什麽呀 我怕病到 我一點都不怕 因爲 我怕這個制度 我怕他們上不到機 萬一我感染到 我病一兩天 沒事的 但如果萬一我感染到 大約他們 他們都感染到 一查 陽性的 這個呀 沒得上機了 啊 白費心機了 好啦 給你查的時候 陰性 我跟你們講 我自己 包括我們的家庭 所有人中過 我們認識的朋友 很多人中過 通常查到的時間呢 就是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康復的時間 就算了 通常查到的時間 我們都是的 我們三個都是的 嘩 喉嚨痛呀 不舒服呀 感冒呀 那個感覺呀 查不到 每天都查查不到 接著康復了 差不多康復了 差不多康復了 那一兩天 沒事了 精精神就到處去 咦查到的 中了 那所以 在這十幾天裏面 我就很小心啦 去到哪裏 都要戴口罩啦 跟著不敢見人啦 就是很多正常的活動 那些朋友來燒夜吃呀 我們去談朋友呀 很多都取消了 都不敢見人啦 跟著又好像不太好意思 那樣啦 就是在英國不是這樣的嘛 中了就中了 中了都是出去吃飯啦 出去跟朋友去玩呀 逛街呀這樣 但是我們就 又不敢說啦 就是 OK 又不是很敢說啦 又不是很好意思 人家好像覺得我們怪人 那樣 戴口罩出街 都怪怪的啦 其實 但沒辦法 都要承受這些壓力啦 但最終就是 我們在 昨天 我拍這段片的時候 剛剛現在7月3號早上 正常應該明天早 我們就慶高採烈 送阿太他們去坐火車 然後出機場 還要坐火車去第二個城市 上飛機 再轉機 再回香港 那麼慶高採烈 應該做這件事的啦 那撿行李 撿完了 現在放回來了 大家真是不好意思啦 所有那些手信那些餅 那些成的 有些有效 日期久一點的 希望下一轉帶回去 要不然我們吃光了 就我們其實都很積極 立即就上網找機票的 因為我們很艱難 才預訂到7月5號的酒店 預訂到7天 立即我們聯絡香港 幸好有朋友 可以聯絡到啦 酒店那裏 那邊都跟他 那邊 香港 朋友的朋友 酒店那邊的朋友 都說 真是人都瘋了 即不只是我們 因為這個熔斷 不只是我們班機的 其實不同的地方回香港 整天都有的 這個熔斷 做到人都瘋了 突然間這班人全部都要Cancel 那個預訂 突然間又可能說 我要退一兩天 因為很多人都想改機票 有些改到了 有些改不了 即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玩法 那我們查查查查查了大半天 改到的 但是兩個人回去的單程機票 是五萬多港幣啦 即平時的十倍啦 那你回不回 值不值得 唉 即這些制度 做出來是為什麽 為了防疫 又不像啦 是不是 你中了就不要讓他入境 你中了就抓他去隔離營 即已經做了這麽多事隔著了 那真的有人 下到香港才查到是陽性的 下到香港才查到 一點都不奇怪啦 即我48小時都查不到嘛 即我經常講的 好回來才查到嘛 我們都是這樣的case的嘛 好回來 下到香港才查到 有些人中了都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應該 我應該都中了第二轉的 因為第二轉是完全查不到的 但我的感覺是跟第一轉的病徵是差不多 但就輕微了一些 那因為我們應該就是打完三針啦 那還有可能抵抗力好些啦 都是叫做年輕力壯 那樣子會比較殘 那第二轉呢 我自己覺得是中了 全街都中了的 都是都是輪著 跟第一轉很相似的 輪著這個有病徵 咳咧喉嚨痛啊 少少感冒啊 然後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第二轉 我們大家都查不到 也都沒有迪登他經常查的了 其實 只不過是為了相機查一下這樣 那第二轉是早一個月左右 那你入境中了 你就抓他去隔離營咯 你害怕的嘛 隔離他咯 是不是 不要被他接觸任何人咯 那就可以咯 這個病毒這麼恐怖 要麼你就封了全個香港 他不要讓人來啦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 罰那個航空公司 和罰之後來的人呢 我們這麼認真做這麼多保護 做這麼多事情 對啦 防疫的嘛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完全贊成的 就是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 有自己的防疫的措施 他們怎麼做 但是 你這個制度 你這個 你這個熔斷機制 防不了疫的嘛 這班機人 下一班機人 關他什麼事呢 之後那幾天 那些人 關他們什麼事呢 完全不關事的 是不是啊 什麼東西要翻譯呢 那你之後又被人來回 一個星期之後 又被人來飛回來 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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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們小時候叫什麼 笑死街坊 笑死隔壁 真是 唉 沒有辦法啦 認命啦 DJ太太就真是很不開心的了 一刻他們家人都很積極 不斷不斷不斷 但是大家商量過 沒有理由給5萬元買單程機票 說回買機票 給大家一些資訊 現在還在努力著 因為我知道呢 有些朋友呢 譬如有些學生啊 學生 他明天上不了機 我們這班機都有 我想都有很多人的 他明天上不了這班機 他就要流浪街頭 找人照應的了 因為很多學生 他們現在放暑假剛剛開始 這一兩個星期就是 很多學生剛剛開始放暑假 放暑假的時間 又不可以回學校住 那他們會沒有地方住的 就不知怎麽算的了 那就很慘的了 預備了所有東西 上不了機 那就努力找機票 可能真的要浪費很貴的錢 就好像我說 5萬元 6萬元 買張機票 回去都要買 但是大家要留意 一樣要小心 那我們呢 因為在這個追機票的過程裏面 我們有直接去航空公司網站找機票 有去一些agents 就是那些什麼.com 什麼.com 專門幫你搜羅世界各地機票那裏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們發現了一樣東西 我們找到航班 都是兩萬多元 轉機 轉兩次 回香港的 跟著我們已經按付錢的了 跟著呢 發現了一些細節 大家要留意的 按付錢的時候 跟著我看著我看著我看著 我們來回買來回機票 來回裡面呢 總共轉了五班機 四個行公司 是轉不同的行公司 他幫人砌 很厲害的 真是砌到給你 就是轉不同的行公司 跟著最後看到 所有行李不包 但是呢 也測不到多少錢的 進去了 你要給完這一筆錢了 你才再回去各個行公司 測一下怎樣給行李費 就是後加 那就要小心啦 那這個錢可以解決到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是不知多少錢 跟著也有另外一個公司 就是一邊按一邊按的時候 就要按機位 就是現在買飛機票 很流行就是選位 你要選位先 但是選位要付錢的 但是有些選位 就是除了兩萬多元機票之外 選一個位是要收 有便宜有貴 有些收幾十元 那我們五班機裡面 有些收幾十元 有些收到千多元 選一個位 這些額外的費用 還有一樣東西要注意 尤其是如果是小朋友 或者是女士 要去找這些類型的代理 去買這些機票 要注意 買很容易的 但是退款一定不容易的 因為你不是直接跟行公司買 會很有困難的 錢經過那個agent 第二樣就是 但是我們發現了轉機 其中一個網站 什麼都沒有說的 只是告訴你轉機 中途幾個小時 轉機 中途幾個小時 我們有一班機 在歐洲停一站 接著在印度停一站 接著我們再看第二個網站 又再查回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個網站好了 它寫明的 自行轉機 知道什麼叫自行轉機嗎 平時我們搭飛機轉機 就不管了 總之我們搬好行李 check in在這裡上機 接著轉機就拍一下 有下機 接著去幾號集 上回另一個飛機 那就可以了 行李不用拿 那自行轉機的意思 就是我理解了之後 就是你去到轉機那個國家 你要拿行李 好啦大家搭飛機應該知道的 拿行李之前要做什麼 check out 你要出境 就是入別人那個國家 然後拿行李 那這個轉機就是 轉行轉機的意思是 你要check out出境 拿行李 接著check in入境 好啦 多一個問題了 之前沒有想過的 那個國家給不讓你入境 那個國家有沒有什麼防疫制度 你知不知道 那你要想啦 接著 還有一個問題 嘩 真是更恐怖的 自行轉機這個 接著第二個那一刻 自行轉機 是另外一個機場 如果我買了第一個網站的那張機票 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第二個網站的機票就好一點了 告訴你自行轉機是另外一個機場 你要自己check out了 走了 找交通工具去另外一個機場 check in 然後進回去再轉第二個飛機 第二個航空公司飛機 第二個航空公司飛機 是不是很恐怖啊 如果你不知道有這件事 哈哈 這個我剛剛因為昨天找機票看到這些情況 大家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如果你是小朋友 十多歲要自己搞這麼多事情 然後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每個國家 尤其是有些國家會特別嚴謹一些的制度 你根本轉不轉到機都不知道 出不出境都不知道 就是進入那個國家的境 因為你可能又要數個文件給他 又要有什麼什麼什麼 測試諸如此類 每個國家都不同的 現在疫情期間 那大家就要注意 就是我們待會看到這件事 那如果真的小朋友要回香港 真的要找一些 我現在買機票 很多時候都會直接找呼航空公司買的 因為真的要安全一些 現在很多那些網站其實很不安全 價錢不是差很多 真的差有時候便宜三幾十塊 但是呢 背後很多很多需要付費的東西 或者很多條件 可能是虧給他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 好了 那 情況就是這樣了 不能回香港了 阿太 那接下來這個幾月暑假 我們又想一下 有什麼本地活動 所有安排好的事情 所有的這個幾月裡面的承受的壓力 那暫時啊 暫時到這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要安排 下一步行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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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拜拜